王健民第四场先发 但没有想到是因为费城的天宫不作美 所以被迫延期了 国民队接下来休兵一天 所以王健民的先发就要变成台北时间 礼拜三早上七点钟 是要回到华盛顿的主场 来迎战星星那提红人队 由IG帮大宇直直落 赛前两个钟头就宣布了比赛延期 也没有让准备熬夜的台湾球迷白等太久 只可惜了大家暂时看不到 王健民大战Holiday的升卡滚地球大对决 现在手状况都是正常 就是准备再下一场 因为就是下雨天嘛 对啊 然后就希望有下一次再来这边赛 下大雨打不了球 国民队也会回到华盛顿的主场 由于台北时间星期二 国民队是移动日没有赛事 所以全队可以得到一天的休息 因此王健民的先发 就变成星期三上午的七点钟 要迎战星星那提红人队 红人队预计的先发投手 将是年仅23岁 大联盟资历只有一年的Mike League 王健民将要全力争取第二场胜投 另外错过了这一次跟Holiday的交手 没关系 按照轮值的话 剑仔再下一次的先发 还是会碰上Holiday 就请球迷朋友耐心等待 明天宣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